其实现在可以常常看到有一些医疗纠纷的新闻跟上版面 其实很多医生在看病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的 很害怕一个不小心自己就会变成被告 很多医师为了避免惹上麻烦 在看诊的时候会全程录音 而且是拒绝做高风险的手术以防被告 这就是所谓的防御性医疗 只是如此一来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病患 接下来就带你来看看今天从医院到法院的系列报道 就是会有一些痛啊麻那些手术的后遗症 不焉其烦的一一详细说明后遗症 就是不想再次成为被告 但是口说无凭 李医师的身上除了听诊器 口袋里还有另一个保命符 前一阵总医师交代我 从我当总医师的第一天要开始录 和病人的对话全都存档 一路就是十年 这不是什么特殊癖好 而是李医师不得不为的自保之道 多次好心救人却被告上法院 口罩遮住他的脸 却关不住他的愤怒之声 就变成说我开任何道 我都要百分之百成功 不能百分之百成功 你就有机会告我 多年前满腔热血了他 抢救一名腿部发黑的病患 最后不得已得截肢 但家属反而控告他 手术失误 害亲人失去那条腿 你就会开始想 其实我为什么要去截这个病人 我没有看出来他 他的长相是有危险的吗 其实我整个出发点通通 然后我的过程中我都没有做错 那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 突如其来的冲击 让他既失望又委屈 离师不会言 这次风波之后 他的行医态度彻底转变 有一些非常糟糕的病人 然后如果可以用 实验性的创新开放 我觉得会有机会活 但照传统开 就注定你会慢慢的死 我被迫要选合法的 慢慢的让他死 我跟你宿命平生 我没有办法信任你 我觉得这样很悲哀 无论是看诊录音 拒绝高风险手术 都是医生面对 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 所采取的防御性医疗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医生救人前 还得先想想 怎么救自己 你没有办法指责我 哪个地方做错 我只是不接近 你为什么需要让我们 依法来治疗后面的人 防御性医疗还有很多种形式 包括了多做很多 不必要检查 找更多医师会诊 以及不断转诊等等 一旦被告可以证明自己 有多谨慎 多小心 怕医疗的纠纷的恐惧 已经超出理性的判断 他会担心 是不是还有其他更严重的 没有发现的疾病 罕见的 所以他会安排 断层扫描等等 所以有时候甚至连病人 已经休克的 看起来就是内出血 但是还在安排 这些的 这些的复杂的检查 延迟的实践 这些过度又多余的医疗行为 不仅延误病情 也增加难以估计的医疗成本 医院一开始的时候 这样的症状 不需要马上做MRI 很多医院马上就给你做MRI 看里面脑子里面有没有长什么东西 但他怕万一 怕被告 所以这样的防御医疗 就是让健保的次数增加非常的多 更严重的是 当医院煮起铜墙铁壁 病情复杂的病人不碰为妙 造成所谓的医疗人囚 先把那些检验做完了 真正要做手术的时候 对不起啊 我们今天医师学假 所以请你到哪个医院去 经常发生的 每个医院都在抱怨中 假的那你丢垃圾了 你把这些 这个不好的病人 就丢到我这边来 白色巨塔的黑暗情节 每天都在发生 年轻小医生把这些苦衷 改编成创意图片 让许多医生心有栖栖焉 人人都称献的多精行业 实际上却在蹲骨牢 当白跑之间出现求医 前辈也叮咛 助人之前 且先想想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要患者或家居签字 他们签字越多 你风情越小 你才刚进来医院当主治医师 照顾病患要小心 别给自己的上麻烦 医学人文句课程 师生排练着医疗现场 医师的自保之道 不仅是戏剧台词 而是医疗线上 真真实实 不能说的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